走在家乡的小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呢 注定是热爱家乡的最后一代人 在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孙子辈 他们大多会走向全国各地 将极少有人回来耕地种田 很多年以后 在这块土地上 带有地方特色和地语性标志的方言 将被逐渐通话 统一的都说了普通话 或许若干年以后 七大姑 八大姨 父老乡亲这些称呼 也将从他们口中渐渐消失 他们不再有什么亲情味和人情味 过年等传统风俗 和传统美食 也会从他们开始越来越淡 和慢慢失传 他们忙于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乡愁 什么家乡情景 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风土人情 和家园情怀 将随着时间和时代的交替 而被消磨掉 想到这些 你会跟我一样 感到悲哀吗